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朋友们好 今天是10月31号 文贵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的后面叫黑爱德姆酒店 黑爱德姆 这个黑爱德姆酒店呢 大家知道 黑爱德姆是一个美国的国务卿 他过去呢 他以前曾经是里根总统的助理 是美国的国务卿 是他打开了日本的国家的这个大门 让这个国家这个大门 然后他也是日本的很多历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所以这个酒店呢 是日本的老板的 但是这几乎是华盛顿最好的 number one了 最好的酒店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酒店呢 是一个美国新任的总统 都是从叫布莱尔那个房子到这来 他住在这儿 在那吃早餐到这等着 然后从这里走向那个白宫 到白宫去去当上总统 几乎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黑爱德姆呢 是最好的酒店 也是美国新任总统 去当总统的 在这块准备的酒店 再加上他是这个黑爱德姆 这本身就是创造了美国历史的一个人物 也是让日本走向了文明 开放了国家大门 还有一个大家记住那个纸牌屋里边的电影 那个安德伍总统和他的老婆克莱尔 然后呢 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就克莱尔当上总统了 把安德伍给fire掉了 他去哪儿呢 就去了这儿了 就到这个酒店来了 这个酒店的这个房间 这个总统房 就是我住这个房间 我很多年到这儿来都是住这儿来 这后面就是白宫 然后前面就是公园 整个这个地方呢 戒备森严 屋顶 旁边 全部都是24小时的特警 因为对面总统要飞起来的飞机的时候 是看得最近的 最直接的 对白宫办公室 我后边那个窗子 就是总统的那个办公室后边那个窗子 就是他的 办公室的后背 说这个地方特别安全 无论是楼上楼下 永远是24小时最戒备森严的啊 那么很有意思 这个酒店有很多传奇 很多故事 而且我在这个房间里边 这么多年了 见过很多美国的新朋友 和很多老朋友 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1999年的时候 我在这个酒店住了三个月 我在旁边那个他的另外一个酒店 叫英天卡天安的酒店 我住了六个月 当时在华盛顿 所以我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熟 这的人我也很熟 那么今天呢 我是中午来到了华盛顿 被紧急的邀请啊 这个要参加反共CCP联盟 成立的这个整个组织呢 我作为一个独立顾问啊 突然要求我还来跟大家再开几个会 我就来了 然后没想到从下了飞机到现在啊 就一个一个的人见 开会 没完没了 我嗓子都快冒烟了啊 然后呢 见了一些新朋友啊 当然很多老朋友 真的是世界在巨大的变化 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我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刚刚在这个柏林啊 JP摩根的这个世界精英 经济这个大会 啊 刚刚开完 整个柏林那个JP摩根的大会 还有在欧洲的在伦敦的大会 整个是历史前所未有的啊 可以说是反共 然后所有人都担心香港和台湾啊 所有人都担心 那么 我在头两天在纽约跟这人开完会以后 然后呢 突然间就让我到这来开会 这些新的人呢 都是影响了世界级的人物啊 我非常非常的震惊的是 今天我下午来见了几个人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他们都是多次和中共的领导人啊 打过很多次交道 真的是这些人也算得上是了解香港 中国 台湾 澳门 亚洲事务的人 而且这些人我相信 今天我见的人当中 他们一定有下任的美国总统 一定有下任的美国财政部长 有下任的国防部长和下任的国务卿一定会的啊 这些人真的是 这都是天才 大智慧呢 不是装神弄鬼的 不是坑脉拐骗的 都是有非常长的历史啊 整个家族 政治家族 经济家族啊 还有一个家人本身就当总统的啊 就当总统我不能说啊 而本身家人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的 但是这些人最担心的是 整个的CCP对他们的威胁啊 然后呢 我跟他们开玩笑今天下午 我说你们现在老担心的说 讲的是中美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 我说这是太小太小的事了啊 我说那太小太小了 我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啊 我也不能说是谁啊 当然我给他们说了 我头两天在给我通电话的时候 突然跟我说 他说会不会在11月6号选举之后 美国总统啊 川普为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事情的平衡 会做一个交易啊 然后呢 这个贸易战就停止了 我说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像美国在抓一个要杀他的强盗 但是没没把强盗抓住 把强盗一个靴子给拖下去了 这就是可能发生的交易啊 我说你们不用担心 我相信美国总统川普 还有美国人民 还有你们 没那么傻啊 这个贸易战不会是一个交易 或者是一个合同的解决 第一是人民币和美元 挑战美元 第二个是挑战你的文化和你的信仰 然后今天很多人是关心台湾的问题 关心台湾 因为这个台湾呢 所有人都认为下一步可能是 共产党会对在台湾上有动作 然后美国会怎么办 会怎么弄 到底是怎么参与 什么情况下参与 经济会是什么情况 他们特别的担心 特别的担心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下午谈 台湾谈特别多 另外一个 完全我没想到的是 所有人在关心香港整个民主和法制和香港金融的变化 和对香港港元和下一步的走向和人民币的汇率 他们认为现在就是中共啊 就等到11月6号 选举前后就跨过期 然后影响总统的选举一定会跨过期的 然后接着会往下扁 就是来抵消中美贸易战的他们的损失 支持他们的战略 我说这你们肯定是对的 但是呢 你们有准备了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他们担心香港法律上已经变成了 逐渐的变成黑社会 然后这个美国和欧洲西方在香港的金融投资能不能得到保障 很多人现在觉得 没法想象香港政府现在每天这种变化啊 我给他举了个例子 我说在一天前 王岐山在中东访问的时候 我说我们的基金 还有我们基金的律师 突然间来了一堆警察啊 来了一堆警察 就是要查封所有基金的资料 对过去的股权呢 是给基金警察查封 并没有法院令 这回就带了个法院的查封令来啊 我说 然后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 郭文贵 你只要是闭嘴 你只要别来开这个王健新闻发布会 你别再喊着反对共产党 别再说香港港币啊 这个法院的事就会没有了 当然我不同意了 我说 就在我和你见面的时候 今天下午三点钟 我说 我们收到了香港高院寄来的三大盒子 所谓的起诉我和我们基金的材料 哇 他们都很兴奋 说这个让我们看一看 我说一定让 我可以送给你们 我全复印一份给你们 我问你看看香港政府是如何配合共产党的 香港政府是如何查封我非法 无理由的来查封我们香港基金的 而是香港政府怎么派警察到大陆去 来所谓的在大陆警察威胁 绑架 抓捕 关押的人情况下来做证词 来做伪证的 然后香港是怎么把我们账号资金查封的 哇 他们觉得如火之宝 然后他们就安排说 那明天能不能见几位媒体的大佬 我说可以 我们大概就四十分钟时间 有五六家媒体 我会在这 我会跟他们见个面 然后呢 他们就很感兴趣 就我们这资金啊 查封啊 股权查封啊 律师被绑架啊 律师被失踪啊 以及怎么到大陆去 来去调查所谓我们的合伙人 还有我们的合伙人去国交的丢失啊 消失 美国人 现在真的是变了 所有战友们 世界在巨变 啊 香港所有这些问题 对我个人来讲是灾难 但对待我们来讲 反对CCP 让世界知道真正的现在香港 大陆和台湾的真相来讲 这是天大的礼物 对不起 我喝杯水 哇 你作出了一个好视频 90% 哈哈哈 哎呀 我真的咬嗓子冒烟了啊 然后呢 对这个澳门郑晓松被自杀疑症 孟宏伟 如何在机场反抗自杀 拿刀 自杀为谁啊 现在在北京医院被保护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最近又这么 还有一个湖南的 我都不知道 湖南的一个纪委书记 啊 这个被自杀了 然后什么又一个跳水的 自杀了 哇 他们一堆单子 我说这很多人我真的都不知道啊 但是 战友们 今天这些人是美国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啊 很多年轻的 去影响了世界的人物 而且他们对我们郭爆料 啊 这个关注程度真的是 我没想象到啊 我真的没想象到 就是战友们 姐妹们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 大家说话要注意 啊 要注意 咱别搞那个这个 太低级的 因为太多人在关注我们了 一年半以前 如果说今天那么多关注我们 你们是无法想象的 你想想一年半以后 共产党灭了 每个人都是创造历史的人物 千万别把自己弄得太低了 现在这个白宫后面是有人在唱歌啊 唱的歌 我特别好 特别喜欢 这就是美国 你说这 在中国啊 这些人都抓监狱去了 这就是在美国 你反对领导人啊 你可以把领导人给发挨掉 在中国 你要反对领导人就把你送到监狱去 把你活埋了 所以今天我问到一个美国的国防部的一个人 一个朋友啊 我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对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他说所有的中国灰蒙蒙的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惧 包括八一大楼的任何人 包括到中南海的人 我说 那么 这些恐惧是谁给的 是你美国人给的吗 是我郭文贵给的吗 是英国给的吗 是日本给的吗 是台湾给的 香港给的 不是 是整个这个体制CCP让每个人都恐惧 然后私下里边 我说你听到的最多是什么 他说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言不由衷 欲言又止 都是身体语言上那种抗拒 我说这就是现在你们要想到的事 有多少人希望能到美国来 我说你见过的所有人 我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你给他个选择 你愿意待着北京当官 你还是到美国来 长处帮你安全 他都来美国 他说这个我相信 我说那我问你 你跟CCP的打仗 会不会是用武器解决 不会的 跟CCP的打仗是一个体制 意识形态 宗教 文化 然后是经济 这个经济领域最不重要的就是贸易 当然了我说你千万别停 你不要拽个靴子 你就放掉它过去了 我说最重要的是金融 你不把金融搞明白 我说你会输得很惨 美国人我再说没有美元了 美国人是人吃人 吃垃圾去 给委内人拉一个样 你们全美国有多少万万个游泳池都叫没水 油价会涨到你们开不起车 美国人的乡村房子都成为了你的噩梦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现在国家没有一个现在发达的高速这个铁路交通系统 你靠什么活动 靠石油 怎么可能 如果你看看到美国的中西部啊 那些那些大的州 中西部的州 他们这些农民 他们35%的东西要卖给中国去 我说但是你别忘了 CCP能买你的东西 同时这也是他的武器 他可以停止买你的东西 已经发生了 我说你唯一的就是让一个友好的中国政府 永远不会因为拥有买你的权利 用市场来威胁你 哎 他说是 所以说他们说这回这个中期选举他们感触特别深的事 凡是这些农业州 反而很多人大力的支持川普总统 大力的支持共和党 反而是很多人超出他们想象的支持 为什么 他们怕被威胁 所以说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你们这anti-CCP大联盟啊 你们要抓住重点 你别什么都反 首先你要声明 你反共产党不要反中国 反共产党从什么开始 从金融开始 反这个知识产权 偷盗知识产权开始 反对对台湾和香港这个威胁开始 反对这个在香港和台湾 进入用殖民队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胞 和经济侵略开始 所以说今天啊 讨论这些大纲当中的核心就是 未来反啥 反对信仰 打击宗教打击 反对文化侵略 反对金融侵略 反对共产党的体制 用蓝金黄手段影响整个西方 然后要立法 这是重点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今天我再次想再说第二遍啊 战友们 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咱们的挺郭爆料的所有的人的名字 和所有的这个你发过的言 和视频和郭文都将影响历史 都将宰入历史 千万要看得起自己 不要看不起自己 今天很多人就是拿到了 咱们这个郭媒体很多战友的 我都不知道 真的我有些我真的是不知道的 人家翻译过来的那个郭文呢 推文呢 人家让我看 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我特别感动 都这么牛的人啊 就这么厉害的人 将是掌控世界未来的人 这些人竟然是这么来了解 花那么多精力 听和看翻译郭媒体的爆料 这就是我们创造的神奇的力量 一年半以前没人相信 所以现在我今天这个开会 其中一个会 我一开始我就说 在一年半以前 我是美国报纸上登的 我是强奸犯 我被纽约这个律师事务所 一个就是说 Bernard Wu 吴征 拿你美国护照的吴征 他老婆是叫杨烂 在美国起诉了我 还有财新 说我是强奸犯 说我是这个诽谤犯 我说在美国最有影响的 这个当时最受到的 连我的名字都是假的 我出生年月日都是假的 连我的 我是财新访问了我的祖坟 他们在网站上一百多篇的报道 到现在已经三百多篇了 没有一样是真的 都已经事实证明了 我说博迅和财新 和Bernard Wu 在美国敲了 史蒂芬班农家大门 当时班农还在工作 在白宫 我还不认识班农的时候 说要以翻译书为代价 让他帮助把我遣返 史蒂芬文 带所谓拿着习近平的信 来拉逼人总统 然后美国有多个N个大佬们去公关 这都是犯罪的 而且我说我们一定会参举反击 但是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告诉大家 一年一半以前的强奸犯 诈骗犯 逃跑犯 发红通者 VOA被断播者 哈德森 这个被这个临时取消演讲者 和这个最重要的是代表我 这个政批的这个律师 取消了代表我 我的这个资格是被共产党威胁的 一切发生的事情 下面掌声泪动 事实胜于雄变 我说我这 我经过这一年多 很多事情都已经被你们验证了 现在我想说的是Effect 事实 啊 很感动 很感人 啊 然后呢我说我愿意回回回回回答 大家问题 这个回答问题当中 很尖锐 这就我最喜欢的美国 很尖锐很直接 但是很有礼貌 一句废话都没有 不像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 绕了绕去 从唐朝到秦代 从清朝到实际时代 从欧洲到星球 星球到木星白了 肉晕了 人家就很直接 很直接 很真实 这个文化太棒了 太棒了 啊 什么叫文化 这就叫文化 啊 这就叫文化 亲爱的战友们 因为我 我现在一会呢 还有好几个连结的视频 还有参加我们基金的会议 要应对香港高法的 对我们的 要开庭 全世界都会关注 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些文件 要发给 赶快发给美国 我们的律师团队 然后开好多会 跟这个香港 新加坡 日本啊 开完会 明天早上七点半 就要参加一个早餐会 从七点半开始 一直开会 所以说呢我今天呢 在华盛顿之行 暂时向战友们报告到这儿 我说过 我会向你们报告 我的整个华盛顿的行程 和情况 我现在有兑现动演 报告呢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 我在这里 在华盛顿 在白宫的这个后面啊 白米之树 为十四亿同胞祈福 我说 我说 阿弥陀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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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使以人家 宗教自由信仰的空间 凡凡的 我就是在孟建罗夫 你自己这个 对中国人 亲亲真然 愿稳 这个男人 中国人 我根本人 尊严都在这儿 中国人 你把父人是光有 什么 阿弥陀佛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今天呢 就 就在这块给大家报告如此 我在此呼吁呢 所有我也向这个华盛顿的 这个区域的好多朋友 给我发信息要见我 我先首先抱歉 我这次来一个华人我也不见 一个华人也见不了了 没有时间了 我从这个 到现在为止 到离开华盛顿呢 真的是每分钟都安排好了 没有任何时间 我真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说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 我没来得及看的 没来得及回复的 向你们抱歉 我这次来华盛顿 一个华人朋友也见不了 而且呢 这个 很多事情啊 你们给我发信息 我都知道了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现在在华盛顿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这次来 专门就是为了开 反共CCP大联盟这个会的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白狗 OK I love this The new system is